他就觉得那文章就是专门写给他的 我们怎么说都不听 现在家门也不说了 这真的是 这号能不能给疯了呀 近日 小林化名反映 自家老人沉迷公众号 甚至与公众号谈起了恋爱 这我奶奶吧 她最近总是看着订阅号 然后她就总觉得订阅号那些文章都是写给他的 他就觉得那个人喜欢他 记者搜索帅弟冬弟等关键词时 发现这类账号层出不穷 发布的文章都以第一人称讲述 称呼订阅者为姐姐 并编造情感故事 同时在类似内容的视频下面 记者也发现了不少真情实感的留言 我看到文章他都是在卖彩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 就是让什么打赏 在每篇文章中 设置的打赏金额从19元到520元不等 以其中一条为例 显示已收到的打赏字数为412字 以最低打赏金额66元为准 该条已收入打赏金额27192元 同样 另一篇已收入30492元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潘腰表示 老年人往往更注重精神需求 社会参与度降低后 情感诉求很难得到满足 因此更容易掉进网络情感陷阱 家庭成员的关注度 与关怀缺失也是重要原因 建议老年人在生活中 多培养兴趣爱好 丰富日常生活 减少对手机和网络的依赖 最重要的还是家庭成员的关爱 子女 亲戚应加强对老人的关心 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